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29号星期四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 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 第一个 南京疫情蔓延至中国15个城市 第二个是 中美经济竞争开始出现逆转 第三个是 中国新一轮房地产整治运动开始 第三个是一个后续性的议题 先讲疫情 新冠病毒Delta变异毒株 7月21号在南京的 路口机场 破防 疫情迅速传播到7个省 中国的7个省 15个城市 整体的感染人数已经超过200人 7月28号 北京新增两例 就是 关联本地的疫情确诊病例 一家三口 7月20号 前往湖南张家界旅行 7月25号 回到北京 7月26号出现发热症状 那么北京回龙冠 龙药院二区附近的几个小区 连续开展那个全员核酸检测 涉及的小区包括回龙冠 龙药院二区 龙药院一区 龙药院三区 龙藤 龙藤四区 龙井五区 龙井六区 东亚上北中心 梁家家园 腾讯创客空间 北回归县小区 回龙冠 体育文化中心等 全部都实行封控管理 封控管理就是 每个城市有点不一样 大体上都是进出要看这个健康码 那么到北京这边就确认财新网统计 那么南京疫情外溢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30例 包括什么呢 包括北京 辽宁的沈阳大连 四川的成都 然后是江苏的肃谦 和扬州 安徽的马鞍山和五虎 广东的中山和珠海 四川的绵阳和卢州 湖南的常德和张洁建 总共是15个城市 那么南京本地 确诊病例已经增加到171个 都在南京的第2医院 叫汤山医院治疗 有13例确诊病例由这个清型转为普通型 另外重症病人增加到7人 那么在确诊的171个病例当中 90%以上都打了国产疫苗 说明什么 说明国产疫苗真的没办法提供这个保护 第2个 国产疫苗据说 是为了防止这个病情加重 看来也是骗人的 张文宏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感染科主任 张文宏7月29号说 他说南京疫情遵循了一个规律 是点状 现状 弥散 就传播出去 那么如果把路口机场作为一个爆发点来看 那基本上遵循着航空线路向各个省市扩散 目前外省市的病例基本上都是 相对 都是 相关的重点人群筛查发现 那么还是处于路口机场 的传播线路上 那么如果其他区域没有出现 这个无源头的社区病例 那么目前 已经采取的 已经采取的这个防控措施 如果有效 那么疫情可以在几周之内得到控制 这是如果 如果 但是如果进一步出现 很多和这个路口机场没有直接关联的病例 那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疫情规模会扩大 所以需要采取更加果断的措施 什么叫果断的措施 可能就是封城了 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直接封城了 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如果 一个如果就是管控有效 管控有效 其实很多时候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就是说你根本有的时候发生的一些 你比如说像路口机场 路口机场这件事情 你根本就控制不了 那么这是第1个 第2个就是 第2代第3代病例不发生 那就是你传播到那里 然后控制住了 没有再传播出去 产生第2代第3代 这是两个如果 就是张文宏 他讲的 在几个星期之内能够控制得住 必须要有两个如果 一个管控有效 这15个城市管控都有效 这是第1个 第2个 第2代第3代病例不发生 那么另外一个如果是什么 就是 与路口机场没有直接相关的病例 分加 你会发现 那就是本地传播了 那么本地传播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扩散 疫情在扩散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湖南张家界成为另外一个关注点 张家界7月29号确诊病例一个 只确诊了一个 但是 这一个 是本土病例 本土确诊病例 那么29号 张家界宣布 所有的景区 景点 7月30号 上午全部关闭 那么 那么 张家界全市演艺场所暂停营业 张家界是一个旅游城市 演艺场所就是针对游客的 然后张家界的魅力湘西暂停一周 魅力湘西是很受欢迎的一个 一个旅游景点 另外一个就是张家界大雍古城暂停运营 张家界目前已经关停人员聚集的密集场所 包括旅游购物场所 包括电影院 包括宗教聚会场所 还有宗教聚会场所 宁乡 宁乡是哪里呢 宁乡是 刘少奇的故乡 都是 都是附近 宁乡暂停 东方神话 然后是探河里 回龙山 尾山 密印寺等这个景区运营 那么长沙 这个如梦之梦 如梦之梦长沙战 7月30号到8月1号演出取消 2021青春芒果节 青春芒果节看名字有点像那个 湖南卫视 元期举行 那么张家界已经在7月28号 启动了对 武林县 武林园区 永定城区 还有就是资历县 三关四土家乡 实行全员检测 截止到29号下午6点 那么采样是22万6千 完成是12万 其中阳性一份 那么30号会完成全部的采检任务 那么确诊的这个病例 张家界确诊的病例是住在张家界市 永定区 关离平街道 那么密切接触的人是10人 那么现在 流行病学调查 和排查工作在进行 那么截止目前 已经有5个省 5个城市18例 这个感染者 和张家界有关联 包括 四川成都有6例 辽宁大连是4例 江苏淮岸是4例 北京是2例 这个湖南宁乡和常德 各是各1例 那么 大家可以看到 这都是跟这个 张家界有关 为什么 因为张家界是旅游城市 那么其中15个人 是在这个张家界有旅行过 那么通过官方通报可以确定的是 其中13个人去过张家界的森林公园 10个人去过天门山森林公园 8个人去过大峡谷景区 8个人去过魅力湘西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 疫情这个事情就非常的 非常的复杂 那么此外 宁乡 常德 和一名成都 就是这三个人 都没有到过张家界 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些复杂 那么四川发布在7月28号 四川发布就是四川省 新闻办的这个公众号 7月28号通报 成都有一行四人 曾经在7月19号抵达张家界 23号 24号在 在常德游玩 25号返回成都 那么这四个人在常都游关期间 一名12岁宁乡南海也在随父亲和朋友一家四口 共计五人在常德游玩 他们曾经坐一条船 在白马湖文化公园下船 然后这一名 南海 宁乡的南海 确诊 就是核酸检测阳性 那么另外一名36岁 7月23号和24号 曾经和成都的那四个人 四名确诊病例在 活动有接触时 但是7月27号判定无症状感染者 其实都感染了 那么 另外一名36岁成都男性 25号晚 雨前宿 成都的确诊病例 坐同一架飞机 从常德 抵达天府机场 然后他是什么呢 他是天府机场的 航站工作人员 然后7月22号例行检查 例行检查阴性 25号26号27号三天 在航站楼工作 28号确诊 无症状感染者 所以成都现在已经启动 防控应急预案 那么7月28号18时 成都全市已经追踪到确诊病例和 密切接触者 203人其中66人核酸检测阴性 其他的结果要带出 已经追踪到密切接触者240人 其中 这是成都 那么江苏扬州 江苏扬州同样关停了人员聚集的密集场所 扬州去29号通报新增两例 确诊病例 那么其中一名64岁的女性去21号 从南京市江宁大学 趁大巴回到扬州 直到27号 发热 就诊确诊 28号确诊 那么另外一名70岁的女性是她的密切接触者 那么从7月28号晚 扬州就发布 1号通告 要求扬州主城区 扬州主城区 范围内的娱乐场所培训机构 一律停止开放 餐饮场所 禁止堂食 那么此外扬州还在主城区启动大规模的核酸检测 从7月29号开始 扬州主城区的旅客如果要从铁路 公路机场离开扬州 要凭健康码 绿色健康码 48小时核酸检测阴性 出租车和网约车 进次跨 跨扬州主城区运营 这是扬州 南京 南京已经开始开展第3轮全员核酸检测 那么其中感染人数比较多的江宁区和离水区 率先开始 然后就是玄武 秦淮 建业 鼓楼 七霞 雨花台 高纯 然后从29号8点 到30号12点开始 那么 南京这一轮的疫情 最早发生在路口机场 那么 到目前为止 官方还没有公布这个疫情的传播路径 继续 中央纪委 国家监察委 国家监委 7月28号发布评论说 在境外疫情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之下 路口机场存在监管缺位 这个管理不专业的问题 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没有落实到位 在发现这个阳性样本后 路口机场对相关人员的防控管理不到位 造成这个疫情的蔓延 那么这个 南京这个路口机场的这个 这个蔓延的时间轴是这样 7月20号 路口机场的这个工作人员定期的核酸检测发现 有阳性 多少个呢 9个 9个 到下午6点检测的阳性是9个 然后这个南京机场 航班大规模的取消 那么离开南京要48小时核酸检测证明 然后南京就发现 当天南京发现了 17 17例阳性 全部都是路口机场的工作人员 到了22号 那么南京确诊是13例 然后是9例无症状 然后中度风险已经增加到10个 22号 江苏肃签新增1例 本土无症状 和这个南京机场有关联 然后南京就暂停了 中度风险地区出租车网约车的进出 一个地区上升到高风险 然后这个 东部机场集团 就是路口机场的这个公司 他的党委书记和兼董事长冯军 被撤职 那么冯军是去年11月份上任 他上任到现在才9个月的时间 网上就有人说 说这个冯军呢 是个党务干部 啥都不懂 上任之后就随心所欲的搞改革 把原来的国际国内的这个 隔离区 合并成一个 然后呢 保洁人员也合并在一起 这次呢 这个路口机场的发生这个 为什么会发生那个 发生这个破口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 原来在国内区的保洁员 跑到国际区的这个 做国际区的活的时候 发现里面有很多 没有吃 没有用完的食品跟饮料 就偷偷地从那个 从这个飞机上拿下来 跑到那个 跑到食堂和自己家里吃 用了 结果 感染了 但原来呢 他就没有严格的执行这个隔离的措施 是这个原因 这个网上就大骂这个 大骂着冯军 冯军这个所谓的改革 造成了这一次 南京路口机场的这个疫情的爆发 然后是广东 辽宁 安徽 就开始增加这个 就新增病例 就出现了 都跟什么有关 都跟南京路口机场有关 那么党务干部 党务干部真不懂事 7月23号 南京新增病例增加到 12例 那么本土确诊是23例 然后就是南京地铁 S7 S9 暂停运营 四川绵阳通报 都是从南京去的 然后南京一个高风险 20个中风险 24号南京 20个中度风险 然后这个大概就是这样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其实呢 上海浦东机场跟深圳保安机场 曾经也出现过破防 这个病毒破防 去年的11月9号 上海浦东机场 货运人员 确诊 到之后14天里面 浦东机场 确诊了8例 那么今年的6月份 深圳保安机场 这个海关 工作人员和机场餐厅 出现就是Delta Delta的这个 变异株 然后 保安机场第一时间关闭航站楼 防止这个意外溢 那么 去年基本上机场目前是一个高危地区 大体上是这样 那么这次呢 你可以看到 南京机场的这次 这个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 非常的广 15个城市 15个城市 然后出现 你看 这个张家界开始成为另外一个传播点 就是 先是这个 先是这个南京爆发 南京爆发就引发了这个张家界的爆发 张家界是五个城市 五个省五个城市 跟张家界有关 那现在就要看什么 看下一阶段出现的新增的病例 是不是全部都和南京机场有关 如果 不能够找到 这个流行病 流行病调查的关联 这件事就有点麻烦了 这有点麻烦 这是一个 这是主题一 主题二讲中美经济竞争开始出现逆转 怎么说呢 美国商务部7月29号公布 第二季度这个GDP增长6.3% 比这个6.5% 比这个第1季度的6.3要高 但是低于疫期的8.4% 但是呢美国商品销售和服务总量首次 第2季度 首次超过了疫情的水平 这是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阶段 也就是说 这个数据 被视为经济复苏的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就是说 第2季度的经济的消费 其中消费 商品 跟服务的消费 超过了疫情前 这很重要 那么美国总统拜登在推特上发文说 美国经济已经重新起步 新的GDP数据显示 经济恢复到疫情的水平 那么大家知道 疫情重创美国经济 去年第2季度 GDP下跌了31% 31.4 那么随着疫情的降温 经济活动逐步恢复 那么去年第3季度的这个增长是33.4% 主要是因为之前的这个 之前的这个数据 数据是低的 然后稳步增长 开始慢慢的就填平 疫情造成的这个缺口 那么美国第2季度的经济复苏得益于两件事 第1件事就是疫苗 大规模的接种疫苗 大规模的接种疫苗也就是说 基本上全部都解封 那么这是第1个 第2个就是联邦政府 联邦政府今年年初 这纾困资金 那么纾困资金的投入 对这个家庭消费以及中小企业有非常大的帮助 另外美国7月份的这个消费 消费者信息指数 上升到129.1 是去年2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那意味着民间消费 渴望持续扮演 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那么第2季度 美国经济环比是增长1.6% 环比就是比上个月 上个季度 增长1.6% 那么中国是1.3% 中国的第2季度 的环比是增长1.3% 也就是说 美国经济 环比的增长速度比中国要高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逆转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专家预测 美国全年经济增长会达到7% 而且增长势头会延续到 明年 那么具体来说 支撑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的因素是消费者支出 消费者支出 年增长了 达到11.8% 这是个非常大的 增幅 其中用于购买的 商品的开支是增长11.6% 那么低于第1季度的27.4% 第1季度的27.4% 为什么会这么高 原因是基数低 而用于购买服务的开支 大涨12% 比第1季度的3.9%的增幅提高三倍 那跟吃饭有关系 跟大家出去吃饭有关系 那么推动这个开支的增长的原因是 消费者接种疫苗之后开始 走出家门 增加他们的消费 增加旅游 增加餐厅吃饭的开支 那么牛津经济学院 美国经济的研究 美国经济学家 布苏尔认为 虽然第2季度的增幅低于一期 但是下半年 美国经济将 继续有扎实的表现 全年经济 增长达到7% 没有悬念 那么对比中国的情况是什么 中国的情况是 第1季度是增长18.3% 那么增幅非常的高 当然也是因为之前的 数据比较低 这个低基数 第2季度是增长7.9% 那么 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是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是房地产 一个是出口 那 大部分的分析师都认为 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会在下半年会减弱 那么从经济结构上来看 中国在这个居民消费的能力上严重不足 那么就业压力很大 老龄化迅速恶化 以及 中国在全球被严重孤立 等各个方面对中国未来经济 都构成严峻的挑战 那么一般一些国际机构研究机构认为 今年中国经济会 增幅会达到8% 这个国际上是这么认为 但是国内没那么乐观 国内认为大概 中国经济会在6%到7%之间 因为下半年的增速会放缓 那么如果美国实现了7%的增长 而中国 在6%到7%之间 那么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增长 无论是从年增长率 还是从环比 都超过了美国 这是这么多年来 几十年来的第1次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举个例子来看 我今天看了一下 有一个数据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参考什么呢 百胜 百胜呢 它底下有两个品牌 一个是 一个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 披萨哈 一个是 可德基 可德基跟披萨哈的母公司就叫百胜 百胜中国 百胜中国第2季度的业绩 它整个的销售额 铜电销售额 仍然没有恢复到 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 那么他是这样 百胜中国二季度的收入 同比增长29% 其实是不错的 达到了24.5 那么净利润同比增长37% 达到了1.8亿美元 1.8亿美元 每股盈利增长24% 是0.42美元 那么连锁餐饮核心指标 铜电销售同比增长5% 其中肯德基增长4% 毕胜克增长11% 但是呢 和2019年同期比 肯德基的铜电销售 挑售额 仍然下降了7% 那么主要是订单下滑14% 那么客单价增长8% 客单价增长8%的原因是因为加价 那么毕胜克的铜电销售下降了3% 客单价 客单价下滑11% 订单增长9% 那么百胜中国的财务官CFO杨家威说 他说由于疫情的影响仍然存在 那么预期 铜电销售完全恢复到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 仍然需要时间 那么另外呢 这个原材料价格上涨 也带来不利的影响 那么会 可能会在今年的后期 造成这个通胀的压力 而且工资上涨也会导致下半年的利润 受到压力 所以呢 我们可以大致上可以看到 考虑到美国经济比中国经济的经济体要大 那么 美国经济下半年的表现 应该会比中国表现得好 那么他的经济体又更大 所以呢 理论上来说 美国的这个增幅会 经济增长的这个 就更加坚实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素 什么因素呢 就是 一正一反的因素 美国还有一个有利因素 就是拜登政府的基建计划 现在还没出来 那么如果拜登政府的基建计划 应该会在近期之内应该会出来 那么这是一个对美国来说 还是一个正向的影响 那对中国来说 有另外一个负面的影响 什么影响 房地产 我们下一个主题去讲房地产 中国开始全面整治房地产 那么大家知道 今年上半年 中国经济的主要的支撑 一个是房地产 一个是出口 出口呢 随着其他国家的这个 复工复产 中国下半年的 出口 有压力 应该会没有上半年那么好 然后呢 你看这个 亚马逊 亚马逊打击这个 打击这个炒单这个情况 对中国的出口是有影响 所以一正一反这个两个情况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下半年美国经济会朝着正向发展方向发展 而中国经济会往下走 这里面美国经济跟中国经济同时遇到同样的问题 什么问题? 疫情 疫情的反复 那么 你可以看 美国疫情 明显的恶化 单日确诊病例从1万猛增到6万 猛增到6万 但是疫情情况是 好像经济界对这一轮疫情的 担心程度没那么大 原因是 这一轮的美国的疫情主要是打疫苗比较 打疫苗没那么好的州 反弹的幅度比较高 还有一个就是Delta Delta可能会需要增加补针 现在是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现在还没有CDC还没有 出最后的意见给大家 这是一个 那么中国这边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 南京这个案例反映了什么 反映了是中国在没有疫苗 虽然中国都讲打疫苗打打打 全打完了 但是中国的疫苗没有效果 所以实际上中国是相当于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之下 他仍然会出现什么 就是我们经常看见 一会儿北京 一会儿南京 一会儿 一会儿云南 一会儿广西 总之他会出现这种 这种仍然不受控制的这种局部性的爆发 局部性的爆发对他的 经济全面复苏 是有非常大的影响 我们叫或者叫 袭扰 对他的经济会有袭扰 所以美国现在的情况是 美国需要尽快的 特别是在那些落后的疫苗接种 落后的州 尽快的推动他们打疫苗 现在美国国内有个问题 就是美国有一股势力 阻止美国人打疫苗 这股势力呢 它不是个小势力 它是个蛮大的势力 这件事情其实影响的是什么 影响的是 年纪比较大的人 这个比较危险 所以 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其实面对 面对同一个问题 只不过 疫情的问题 只不过双方的处境不一样 美国有解决的办法 就是疫苗 但是很多人不愿意打 这是个问题 中国的问题是疫苗无效 这是中国的问题 中国的问题会更大 也不可控 更加不可控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中国开启新轮的这个房地产整治运动 这个我们其实在上个星期讲过 讲过呢 但是还要讲 为什么 我怕大家不重视 不过呢 今天又突出新的新闻 那么 住房和城市建设部的副部长 叫霓虹 29号 约谈了银川 徐州 江苏 京华 泉州 泉州 福建 京华是浙江 惠州 广东 五个城市的 负责人 主要是主管的副市长 要求坚决贯彻 房租不炒的定位 不把房地产作为短期 刺激经济的手段 切实履行城市主体责任 针对上半年房地产出现的新情况 新问题 加大调控 和监管力度 促进房地产 平稳健康发展 那么就约谈五个城市的负责人 那么银川 徐州 京华 泉州 惠州 五个城市 今年上半年 新建 新建商品住宅销售的价格 和住宅用地价格增长过快 这是住建部说的 那么引起关注 那么基本上现在有个这样的机制 那么约谈会议宣布 这五个城市 纳入房地产市场 监测重点城市名单 例如这个名单会怎么样 那么住建部 和 省 省级政府 就是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惠州 惠州那么就广东省 广东省和住建部 联合 都办 就是派专人去当地 盯着你 你把这个事情得办好 都办 都办意味着什么 这市长有点问题 一票否决 讲的是这个 霓虹说 各地要落实区22号 国务院这个进一步搞好房地产调控工作的这个会议精神 增强工作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确保 完成稳地价 稳房价 稳预期的目标 要求提要求了 第1 第2 第3 基本上是针对土地 针对房价 针对这个 必须果断采取措施 实施供需商项调节 什么意思呢 控制需求 控制供应 等等 然后五个城市表示 表态要积极采取措施 确保实现目标 那实际上呢 住建部呢 抓五个典型 给其他的各个城市来看 那我们今天上午讲武汉 武汉出了房票 房票就是 凭票买房了 这都是什么情况 这都是住建部给他们压力 那你可以看 住建部7月23号 那么联合八个部门 开始整顿 整顿房地产市场秩序 八个部门 那么用三年时间实现房地产市场秩序明显好转 这都是鬼话 这就是要搞运动 就是7月23号 其实这个运动就开始了 那么7月29号抓五个城市 来约谈 来约谈 然后这个 抓重点 那么与此同时 各个城市开始 发布 房地产的新政 武汉就出个房票 我们上午说了 我就不具体讲 上海 上海7月23号连出两条新规 第1个 这个房屋赠予和赠予管理 那么转正出去的房 房产 五年之内 记录 这个赠予和拥有人的房套 这个住房套数 避免腾罗房产 就是看到赠予这个 这个漏洞 补上 不要用赠予的方式来 来搞名堂 就这个意思 第2个是提高 提高房贷利率 手套房4.65 提高到5% 提高蛮多的 然后第2号房贷从5.25提高到5.7 这是一个 房贷利率 浙江绍兴 二手房参考价 跟深圳学 江苏无锡也是二手房 这个参考价 那么今年2月份深圳开始这个二手房参考价 成都 宁波西安 先后有六个城市 公布这个 二手房成交价 二手房成交价什么意思 就是他把这个市区里面所有的 小区 给每个小区定一个价格 你挂牌卖房子的价格 不能超过我规定的这个参考价 这是什么 这是计划经济 就是规定 其实就是二手房的限价政策 而且他把二手房深圳的做法是 二手房的参考价比这个真实市场的市场价格 低多少呢 低大概30%以上 所以他就打击了市场成交 然后这是一个 然后就是 上海东莞 对二手房市场进行了 管控 也是抓他们的二手房的这个问题 然后广州 广州要求中介 和规范这个房源信息发布行为 其实还是管价格 其实他们各个城市的 他们的调控重点 还是针对房价 成都也是二手房参考价 那么27号 上海银保监会 开了17张罚单 罚什么呢 罚建设银行 上海外高桥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上海 农商行 交通银行 共计910万元 所有的违规都针对 房地产 不让钱往房地产去 那么此前的银保监会 银保监会针对四家金融机构 开了3亿罚单 也是针对房地产 资金流入房地产的问题 那么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 新一轮房地产的调控又在进行 目的就是一个 系统系金融风险 对现在中国的经济管理部门来说 这有点像什么 这有点像我们叫洪水 洪水之前洪水哗上来 修个堤坝 挡住洪水 洪水水位高的时候呢 这个问题不大 这个大坝 因为大坝里面全是水 什么时候会出问题 水退的时候会出问题 水慢慢往下退 大坝里的水位也开始往下落 如果大坝里面的水位落的速度比 大坝外面的 挡着这个水的速度要快的话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个大坝可能会垮塌 这就是现在的情况 中国的这个经济管理部门现在的危机感非常的强 为什么 经济开始回落 之前大水满灌 灌了两年 一年多两年的时间 那么现在的情况 经济开始回落 那么水位开始下降 水位开始一下降 那就开始有一些金融机构也好 房地产商 今天的最新的消息是什么 四川蓝光 四川蓝光 债务违约是60个亿 那么他总共债务违约的金额是105亿 四川蓝光是个开发商 他有1800亿的资产 但是他还不了 还不上100亿的债务 他能够动用的资金 两个亿而已 现在中国的很多的开发商 跟他的情况是差不多 所以现在呢 基本上 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做法 就是把房地产圈起来 出什么问题都发生在房地产范围之内 大体上是这样 所以 现在呢 做很多很多的动作 都是为了防止 房地产领域出现的金融风险 或者金融风潮 不要蔓延到其他领域去 这件事情我们继续看着 这件事情应该在今年下半年 陆陆续续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四川蓝光就是一个 案例 那么 他的情况 那么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不断的 做了一切动作 包括 房地产企业的 融资三刀杠 三条红线 然后就是银行的这个 房地产集中度限制 都是为了做这个工作 好吧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鸣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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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到的生日快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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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顺 观点 每次中国发生难以理解的新闻事件 都会在这里找到比较 通顺的逻辑 从而能够继续下定 决心找到海外华人的定位 作为移民加拿大的新人 生存等问题都不及思维方式转变 和身份定位来的困难 但我相信保持思维和怀疑 多用乐观的心态看待问题才能勇敢的活下去 不然身为中国人心里实在太苦了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我也有一些这样的朋友 面对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两点吧 不管是新的移民也好 老的移民也好 很多人在纠结这个问题 就是关于中国人这个问题 我们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讲过很多次 其实我们首先是个人 中国人不是最重要的定义 人才是最重要的定义 我们把自己当做一个人 以人为前提去思考问题 给自己定位 会比 我们把自己定位在中国人会更容易一点 所以很多问题都基于什么 基于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国人的定位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给大家一个 解套的方式 就是我们不要去 纠结中国人的定位 我们把自己定位的人就好了 我为什么非得吃中餐 对吗 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美食 对不对 我为什么非得 穿 吃 用 保持 保持所谓的中国特色 没有必要 你身处的环境是怎样的环境 你就跟这个环境 相契合就好了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大家解套的方式就是 把自己定位 定义为人就好 好吗 你看看会不会管用一点 情况 南京所有教会上周开始暂停聚会 我所在小区前一天查出一个阳性 是深行员工的家属 随机小区封闭 只进不出 全部居家隔离 情况 魅力湘西是冯小刚 刘欢合力打造的室内歌舞剧 剧场很大 当晚大概有2000多名观众 大家没有间隔一个座位 全都是挨着坐 情况 湖南诸州去29号发现两例阳性 感染者 曾经与四川成都和常德 确诊感染者同传游和 诸州这两名感染者发现 曾经去过诊所 到过长江的游乐城 游玩 感觉湖南会是下一个江苏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游客 因为你想一下 游客 游客这段时间全部都在开放 游客产生的这种 爆发性的效应是很明显的 提问 美国今天新增84000多 为什么没有大陆那么紧张 搞不懂 网友答 美国新增的秘密90%在没有接种 疫苗的人群当中 大家 大家心里有数 当然不会恐慌 透明 科学 而不是黑箱 反制和谣言 而且美国现在的重症跟死亡率都不高 主要是疫苗有效 所以只要打疫苗就不怕 这个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 美国现在的爆发 主要是在 在一些这个疫苗接种率低的州 那么这些州实际上现在在 快马加鞭 那实际上疫苗是 疫情的 解决疫情的根本手段 为什么美国人不紧张 其实美国从头到尾就没紧张过 我在美国生活 这段时间以来 从疫情开始 我一直在美国 我就没有感觉到恐慌 原因是我觉得大家都不恐慌 反而我的朋友 天天抱着 抱着微信的朋友呢 就吓得要死 天天就是 各种消毒 我们家之前没有酒精 那么是他来了以后 这个左擦右擦 又是这个又那个 我们真的没有 因为美国的 生活方式跟国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你都是 大量的人群还是住在这个单家 独门独户的房子里 他这种传染的 传染率就没有那么高 国内的一栋楼里面几千上万人 那当然影响不一样 这是一个 当然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疫情 靠什么 靠科学来解决 国内呢 疫苗不行 那靠什么解决 靠阻断来解决 阻断就把大家关在房子里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 低人权优势 低人权优势大家就饿着呗 那这种方式呢 代价很大 我们讲次生性的人道灾难 这是一个 对经济的冲击非常的大 就这两个影响最大 那么美国现在他有疫苗 有足够多的疫苗 这是第1个 第2个 疫苗有效 那大家就不紧张 那就大家就 而且 美国现在的这种 重症和这个 死亡率不高的原因 我觉得跟这个医疗的条件 和医疗的发达水平是有关系的 情况 我住在加州湾区 早两天和 他说 Kaser Kaser是个很大的医疗集团 Kaser医院ICU做护士的 朋友聊天 提到美国最近的疫情反弹情况 他说现在大到政府的public health 部门 小到医院的医护人员 对这波疫情不紧张 主要是美国打的疫苗很有效 现在重症需要住院的非常少 而且就算到ICU的重症患者也极少需要插管之类 加上医护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 现在都有比较成熟的治疗方案 大多数治疗几天就恢复了 基本上可以视为大号的流感 这不一样 观点 美国去年四五月疫情大爆发 全国开始因为疫情乱成一锅粥 今年美国四五月疫苗已经大规模接种 疫情开始成为过去史 仅仅一年时间就把一场大瘟疫变成了流感 美国的强大不是盖的 情况 一个四五百万人口规模的城市 搞一次全民核酸检测大概需要10亿左右 一个城市搞两次财政就吃不消了 现在很多城市搞不起来 搞不起 怎么搞不起 不是有这个医保吗 社保吗 社保掏啊 不是政府掏 情况 我同事太太做英语教培 这次政策出来 她去咨询政府部门 得到的答案竟然是 尽量给大家生存空间 想办法宽松 很多政策似乎在北京和北方厉害 南方富裕省份 尤其是地方 改制撤离 已经没有地方国企 有些自顾自 结论 随着野蛮政策不断出台 政府内部也在裂变 你不了解共产党 现在当然她会讲这样的话 你看吧 等教育部派到各地的督察主义来 你看看这个政策会变成怎么样 千万别这么想 不要抱有幻想 文革意味着什么 大家知道文革意味着什么吗 很多人觉得中国这么大 哎呀 这里批斗 我就逃到别的地方去 逃不出去的 文革那个时候没有人逃得掉 为什么 到处都是文革啊 所以 我劝这位网友 千万不要误解 这件事情 你跟你的同事的太太说 赶紧找 下家 赶紧找出路 或者 至少要避过现在这次运动 情绪 美国新病例中90%是没打疫苗者 中国大陆新病例中90%打两剂疫苗 太容易理解谁紧张谁不紧张 非常对 情况 在网上讨论一下房票 直倒架 二手 二手现代会压低房价 立刻被删帖封号 OK 情况 民间消费带动之下 美国第2季度GDP 折合年率是6.5% 不如市场预期 但经济规模超过疫情流行前的水准 达成 景气复苏里程碑 是的 你说的很对 情况 据CB Insights数据 2015年到2017年3年 中国新生独角兽企业 市值10亿美元 都超过美国 但是从2018年开始 美国开始反超 今年截止6月16号 美国新增加了132个独角兽企业 中国只增加了3个 这反映了两国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 观点 因为缺少数据 只能从原理上分析中国经济的增长 中国国内今年经济增长主要来源政府行为 例如疫苗 核酸检测 减少来自最基层消费者的消费 我们公司商场有很多 有多家餐饮客户 老板反映 米饭原来 5块钱一份 没人嫌贵 现在有人嫌贵 国内所有受险企业今年大幅出现断缴费的 因此平安的业绩已经越来越明显缺少提升的动力 OK 提问 王老师觉得美联储最近会加息或者缩表吗 昨天不是刚宣布不会加息 没有加息吗 也没有说缩表 美联储这个时候不会改变货币政策 为什么 因为现在市场敏感 市场非常的敏感 所以 美联储应该不会做任何的调整 应该会做预期管理 情况 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禁止行政部门展示 包含台湾在内的中国地图 应该反过来说 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禁止行政部门展示 展示中国地图把台湾包含在内的中国地图 观点 王先生经常听你说中国现在是封建社会 这个表述是错误的 还是因为我们中小学学习的政治 把人类社会分成奴隶封建资本 共产四个阶段 以此来说明共产取代资本的 必然性 封建的最大的特征是中央不集权 而中国的封建社会只存在于西周以及春秋时期 秦之后到现在准确的表述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社会 同意你的观点 我为什么讲封建社会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讲的是他的社会形态 我们在我们的成长的语境当中 我们喜欢用封建社会 来反映他的专制形态 你说的没有 非常正确 我同意 我也来更正 但是实际上 我在讲这个封建社会的这个含义的时候呢 并不是你讲的这个西周时代的封建社会 OK 同意你的观点 问题 关注王舍一年半了 每期必点赞 随着对CCP的认知不断加深 我开始有点抵触有党员身份的 亲密关系 但又不能割舍 怎么办 你为什么要抵触呢 每个人 都有一些身份 身份特征 他在认识你之前 或者是你在认识他之前 他已经有这个身份特征 那这个身份特征从来没改变过 所以我觉得 我们刚才我在聊天室看着有网友说 说不要用那个习近平的头像做我们的这个封面 说看着恶心 我们还是尽量的学习怎么和自己没那么喜欢的东西相处吧 人生会遇到很多这种情况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和我们没那么喜欢的东西相处的话 我们还是 我们还是原来的生活态度 我们要调整的是生活态度的问题 中国人的确是需要 提高我们的宽容性 允许别人和你不一样 中国人最喜欢的是党同法裔 非得变成一样才行 好吧 我就是这个意思 情况 国内现在的基础教育比我上学时差了很多 老师的责任心和以前比差很多 以前送老师钱的家长非常少 现在逢年过节每个家长都送礼 教师节当天一个办公室 小学老师班主任保守估计收几万 这还是一个经济水平不好的城市 我邻居家的孩子因为没有没有送钱给老师 老师整天找孩子的茶 有时候还动手 后来家长无奈 就给孩子一个水杯里放500块钱 孩子回家天真的说妈妈你给老师的水杯真好使 老师今天对我笑了 这就是非常的腐败 这是个腐败的社会 鸣谢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